在嘉義竹崎做作果園 裡頭的果樹很特別 果實都長在樹幹上頭 而農場主人黃蓉發 拿著一根伸縮鐮刀 到處晃來晃去 為了就是找樹上 夭壽滴的菠蘿蜜 剝剝蜜蜜 蓬蓬蜜蜜蜜就好了 起來 金山就過了 總比食事比較好 人家補充的 好不好 每天對付這裡 美金丹 這裡的東西是死的人是外 人比較不會對付 把剛採下的菠蘿蜜 放在桌上 黃蓉發用麵包刀一刀切開 金黃色的果肉 在太陽下顯得特別耀眼 但得先避開 這超級黏的白色乳汁 你看看 波羅蜜蜜出廟的這個冰 讓你們感受一下 這冰就是現黏 這樣有黏嗎 這黏就洗不起來 所以這看起來 顏色跟鳳梨很像 差不多 這個怎麼漂亮 這是夭壽鍋的 有熱帶水果皇后之稱的菠蘿蜜 切開之後 空氣中有股香香甜甜的味道 有人說像是香蕉 鳳梨 還有芒果的綜合體 而吃起來QQ甜甜的果肉 就藏在這一堆 未受粉的果絲當中 果肉好像分離 現在它剛才用起來 它會慢慢熟 會再糖化 它會越甜 越Q越好吃 這樣會漂亮嗎 漂亮 一旁幫忙的兩個女生 是黃蓉幫的女兒 由於家中有近四千顆的菠蘿蜜 當然少不了這樣的稱呼 就菠蘿蜜公主 給妳餓到 是嗎 對 她們都叫我做餓壽鍋 對啊 還要除草 像我們這樣 你看山那麼黑 也是要自己去拔草 妳要去拔草 要啊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在噴農藥 姐妹倆熟練找出 一顆顆黃澄澄果肉 撕開就可以看到 果肉有多麼的厚實 而做過保險的黃蓉發 賣菠蘿蜜的方式很特別 把家裡頭的菠蘿蜜 分成夭壽鍋跟夭壽鍋 因為做過業務的她 對行銷很有想法 所以只賣最甜的菠蘿蜜 我的三四千粒 中間的三四百粒會鍋 十輪之一的中間的前十分 我現在用這個而已 我吃這個過 你的鍋是差不多幾個 三十一度 他們家店的菠蘿蜜 就是像說 有夭壽鍋跟夭壽鍋 如果有挑到那種 夭壽鍋的 老闆就會一直讓你換 對 就是換到 夭壽鍋的那種 就是很香濃 對 冷凍過後 也就是很好吃 然後我有吃過用炸的 吃起來也是很香 很多人都應該吃過菠蘿蜜 但長在樹上的菠蘿蜜 可能就沒看過了 三十年前 黃蓉發從父親手中 接下製作菠蘿蜜果園 每天一早 只有得騎的車 到處尋果樹